中心社约翰·内斯堡10月13日电记者宋芳灿 南非最高上诉法庭13日做出决定拨回总统祖马的上诉 这也意味着祖马10年前涉嫌卷入的一些旧案 可能会被重新提交到国家检查机关立案审理 南非间谍录音带事件可追溯到2007年12月27日 南非最高检察院队在非国大全国大会上击败了时任总统姆贝基的祖马涉嫌贪腐仪式进行立案调查 设计的罪名包括欺诈、腐败、洗钱和敲诈等783项 不过2009年3月底出现了一份电话录音室的事件出现反转 录音中亲姆贝基的前总检察长恩格库卡和警方办案的天蝎队 前队长麦卡锡商量如何对付祖马 2009年4月代理总检察长的母普社认为 这些指控是对祖马人为社局政治迫害 宣布放弃对祖马进行调查和起诉 不过在南非反对党八年不懈的争取下 南非北豪登高等法院去年4月才决称 不与调查的决定是不合理的 祖马与南非总检察院随后将高等法院的决定上诉到最高上诉法院 希望能够推翻该决定 不过南非最高上诉法院13日正式予以拒绝 最高上诉法院在判决书中说 高等法院的决定没有错 法官李希指出母普社当年的决定从多个方面看都不合理 其中包括调查团队 既然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等一些迹象显示 母普社和当时的副总检察长似乎有意终止调查 另外母普社在做决策时也错误的引用 并依赖于南非宪法179条中的部分条款 在得知上诉被驳回后 南非总统府13日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声明说对于最高上诉法庭的决定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感到失望 执政党非国大发表声明称 完全相信南非的司法体系将研究这个决定 并会关注相关各方下一步的决定 南非最大在野党民主联盟则对决定表示欢迎 称乐见总统现在终于要面对783项腐败等罪名的起诉 认为应该由审判庭决定总统是否清白 最高上诉法院将案件打回 南非总检察长亚布拉罕姆斯将继续决定是否将间谍录音带 作为放弃立案调查和起诉的考量 不过祖马也可能将这个决定继续上诉到最高宪法法院 分析认为虽然祖马的罪名被夸大为783宗 但大部分都是污点证人沙伊克设行付款的次数 实际上起诉只有18项 沙伊克宣传在祖马担任夸祖鲁纳塔尔省经济厅 军长和副总统时出资给他补贴家用 以换取得到一些政府的项目 祖马涉嫌的第二大罪名是接受一家法国军火商 50万兰特的汇金 沙伊克的公司据称在祖马的握拳下得以参与其中 文责任编辑 张迪